最近天气非常炎热,国内有六个州属可能闹水荒 槟城首长曹关友今天证实,亚裔弹水坝的水水量快速消耗 以目前的水水量来看,估计只能满足亚裔弹、龙尾以及附近住宅区居民不到两个月的水源供应 由于情况不乐观,曹关友就促请民众节约用水,否则水坝很可能干涸见地 我们希望大家配合,因为这个干旱的天气可能维持到五月 那我们也非常希望在这个期间天气会转好 那如果在这个期间有下雨到我们这个水坝,这个寄水区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摆脱这个水源不出的这个困境 曹关友今早在宾州水工机构的官员陪同下,亲自勘察亚裔弹水坝的情况 结果发现,水坝的水水量在短短80天内就消耗了超过四成 用水量相当的惊人 曹关友强调,目前水水量只能供民众使用48天 如果降雨量不足,水坝很可能就会在五月底干涸 不过他承诺会竭尽全力采取适当的措施 保障居民水工不受影响 她的手が帮忙了 和祁nt的发生 最后宾吊